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新闻暖播 今天我和大使组讲一些香港的消息 第一单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 在公务员的薪酬调整上的问题之外 除了是薪酬趋势调查证指标之外 都要考虑一下公务员士气、本港经济情况 以及政府的财政储备等等 他又说公务员过去两年一栋生 证指标出现证数,期望加薪是合理的 但现在考虑大变动的环境 当局就会检视因素才再决定 但如果是这样一款,放风就是想加薪我 其实是这样 你要我公平地说 加薪是合理的,公务员工是不高的 但问题是只不过 你也要做些好事先 不要做到那么久 你不要抬工,搞什么事 罢工,又不做事,又反政府 所以公务员的问题不是人工问题 是你pro政府的问题 他知道你的工作态度工作的问题 所以他加薪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你咳不咳咳人,整顿,炒人,进什么 那些才是问题 如果是纯粹你,你做到的东西再加薪就怎么说 等于如果你是个财政司司长 人工加你三倍就有什么问题 好像新加坡那样 问题是你做到的东西不是现在找不到钱回来 不是现在这样傻居居,不知道做什么 就是你做到工务员,甚至是司级局长 都是人工费太低,可以大方加人工 不过麻烦就是可以炒 可以炒 整顿 就是这样 整顿完之后是可以加薪 甚至没有所谓的人工费 那18万公务员如果减做 如果18万公务员减做15万 我相信都可以继续运作,然后就加了 你就是做一些治标,意结果额目标 立些军令座,不得整个阶段炒了,换过第二条 那一定可以了,不如商业化一点 反正政府最喜欢就是这个商业化 经营是私有化什么什么什么 真的学习这些东西 虽然它私有化的公司都没办法 是,所以就要看注重公务员会不会加到 另外,看看基层情况 社区组织协会的调查指 有4成的基层市民 就曾经申请政府推出的临时失业支援计划 但申请限制多,而且有不少人申请给他 如果不少人是多少呢 因为现在就收到47万宗申请 成功申请30万宗 未能成功的有10万宗左右 其余还在处理,即可能有几万到几千宗处理 因为它的条件是要连续失业超过30天 以及要指定时段的月日不符2,700至3万的要求等等 有很多市民都申请不到 因为它访问了300多个基层市民 就说,其实有6成的受访者受到强制措施影响 已经无法正常工作 9成人被要求放无身家或失业 其实有些市民就说 做零售业,我都超过了失业连续30天的要求 但是申请的时候就被他,不明白那种原因 以及自己已经用完职速了 希望政府审视他的申请等等 我也不明白那种原因 但问题是,因为太多人欺骗 我都申请了很久 但我想说,其实他医到欺骗的钱很少 即是你欺骗到的钱也不多 在基层来说就很多 在大数据来说,就不是看多或少的问题 即是你看那些政府百分百贷款那些 那些人是,即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申请了钱 然后就用公司买了资产 然后再用那个资产去申请另一个贷款 即是很夸张 其实政府应该是这些 那又帮基层你就比帮电影基金好 拍完反中乱讲的电影,还可以收钱 还有那些什么IT基金 那些帮基层是应该的 就算你出钱,你也不得那几片东西给他 几片东西没很多钱 但基层那几片东西真是死人的 是的,真是死人的 但问题是,在这个角度来说,真的有很多钱 所以大问题是,其实在所有社会之中 是中产阶级是最糟糕的 中产阶级最糟糕 因为中产阶级,即是基层你一定要照顾的 因为不然你就是什么 但是呢,有钱人你一定要照顾的 因为你又靠钱都支持什么 中产阶级就没有,什么都没有 其实中产阶级才是靠自己实力去维生 即是靠自己实力去围斜中间 对,围斜中间,没错 不然你就不用 不然你就没了 你将来都是中产阶级 希望吧,成大师贵言 不,大师贵言就是你变成一个有钱佬 但是问题是,中产阶级不是一个 对于一个友致向上的青年来的 中产阶级不是一个贸易而是贬义 就是,可以不可以 很惨,做中产阶级,但问题是 你做教师的一句几句话 很明显,很明显 你都能知道,如果你有做过这些事 十年之后是怎样的 好,看另一个消息就是 说说行政会召集门 陈志施接受访问 他就说,相信李家超 他的首要工作是密息的主要官员 就不是一些行政会的非官首成员 因为有人问他 他也说,其实都很难密释的全职官员 因为对方要牺牲和脱离战的工作 而那些非全职行会成员 应该相信是容易稳一点 他就问他会不会留在行会 他就说,已经做了十三年 应该有些新的人士去做 等社会看到新的气象 因为李家超应该很有保守 应该是,表面上没有 但问题是 很多人都想做行会会员 因为不用本 你只是开个会 你只是开会 一个月也有几匹 赵澤民可能多些 普通的成员都是几匹 好像十匹 十匹 行政会议在卫尔街高 立法会 在卫尔街高 立法会 你带你做行政会议成员 你不用本 也不用持工 成员开会 是的 所以他们本身是 等于是一个 给钱来开会 是的 所以很多人都很想做 但问题是 立法会真的太多 太多 太多 而且是什么 因为行政会议 其实是 行政会议 八万五 哇 非官首都八万五 八万五 只是行政会议成员 这样也挺好 我知道 很多行政会议成员 可能不太介意 觉得不太多 是的 还有因为做全职官员 都不太强牺牲 如果你能够被人认为 你合资格 做什么副局长 其实你在就业市场 应该找到更好的提供 是的 但你进入热厨房 就是 你能够被人认为 很多事情烦 要申报 等等 不过现在好些事 没有媒体烦 也是光荣的使命 不过现在光荣的使命 就有机会被人制裁 所以大家要自己想 好 最后就讲讲李家超 他肉身 已经抵达了北京 肉身 是的 他人已经去了北京 展开一年四日的行程 一方面接受中央对他担任行政长官的任命 而且他就 因为现在好像说 习主席都有很多不来香港 所以就想去拿好东西 现在说习主席不来香港什么 有 本来说是来的 但现在又说不知什么 一个星期前也有人跟我说来 是 他说是 还很确实地说 第一就是所有的香港人 会有机会见到他们要隔离 是 要隔离车 不知是来不来 即是要住我隔离车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参加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那个叫做 据说说他是想 在深圳里进来 嗯 然后呢 在机场走 嗯 是的 在深圳里在机场走 据说就是 据说就是想这样 那就是他是机场的战彩 是 因为据我了解 那就是 那些相关的审查 或者是 那些工作都在做的 就是 那些风险评估 那些 那只不过是 你做完 那他来不来 就是那一段时间才决定的 那几天才决定 你知道 中国始终是有少少 是 军事管制 那个 军事管制 那个 那个 气氛很重 就是 他本身就是 他有一个军事力量出来 那他军事 所以大家一起住在 住在 那个叫做 隔离的 住在中南海 住在中南海 大家就是什么 就是他们是 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 不同的管理方法 所以 是管得严密很多 就是习近平都管理得 从来都管理得 严密过 原来 至少 特朗普是 会 生 COVID的 习近平也不会 就是 对不对 是 所以 如果真的 前期工作 你至于隔离的 那些一定要做 但他真的来不来 那一两天才知道 你是否真的 真的会来 是 好了 那我们就 讲文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